大家好,我是ACYC1国际的Gini,感谢大家收看今日市场行情分析。 在分析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风险提示,本视频仅针对市场行情做一分析,并未将您的个人目标和财务状况考虑在内。 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个交易日的市场行情。 金城公布的美国上周API原油库存为增加230万桶,而预期为减少140万桶,本次库存再一次增加也意味着原油供大于求的市场行情加剧。 昨晚公布的美国11月消费者物价年率为0.5%,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通胀率,而预期是0.4%,本次美国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也为明日的FOMC会议的加息提供支持。 此外同期公布的核心CPI年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为2.0和预期一致,相对于上一个月来讲提高了0.1%,两项数据的双双利好使得美元指数继续上涨,而以美元计价的原油价格在美元上涨的情况下略有回落。 本周二原油上涨0.5美元,涨幅为1.4,最高触及37.44美元,虽然在本周一原油价格进一步下探最低触及34.4美元,然而随后立即反弹,停止了进一步跌向11年低位的走势。 目前原油生产者闲置的生产力比较小,也就是说加大生产的可能性较低。 目前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大多数原油的生产国都没有额外的生产力。 此外明年中国可能会建立战略性石油储备,目前中国的每日原油使用量为1000万枚桶,此项计划可能会增加原油的使用量。 现在市场上的供需情况为,每日原油使用量会胜出50到200万桶,而近期沙特的原油产量为3150万桶,若今后沙特的原油产量能够回到3000万桶,那么原油过剩的情况将可能被解决,全球原油市场将再一次找到平衡点。 近期来看,如果美联储明日将会加息,那么原油可能会因受到美元指数的影响,有一个继续走跌的一个趋势,但是长期来看,原油的供需关系并未有很大的一个差距,而且世界上多数产油国的产量增加的幅度有限,那么长期来看,原油价格可能会在2016年开始稳步上涨。 近期原油走势,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今晚将公布的美国上周EIA原油库存变化,以及明日凌晨美联储公布的FOMC利率决定,以及货币政策声明。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原油日线走势图,自2015年10月份起,原油呈现一个稳步下跌的状况,而就在本周一,原油再次探底,最低点为34.30,之后有一个非常强势的反弹。 昨日原油虽然上涨到37.40的一个位置,但是随后又立即下跌,今日有一个缓慢的上涨的一个情况。 目前来看原油仍然处于下降通道中,当然也有可能进行一个反弹之后再继续走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油4小时的一个趋势图,自11月24号起,美油呈现一个稳步下跌的一个状况,之后在本周一有一个反弹。 目前最高点曾经到达了这个费波那契38.2%的位置,然而并没有一个持续的效果,在接下来4小时有一个大幅的走跌。 目前根据30周期移动平均线来看,之前一直处于移动平均线之下,那么就在昨天晚上有一个上涨的趋势,目前仍然在移动平均线的这个位置上徘徊。 我们也可以看到RSI指标也是如此,目前一直在50左右的一个位置徘徊。 根据移动平均线和RSI两个指标来看,目前美油处于一个横盘状态。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费波那契图形现在仍然为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等待进一步的突破。 今晚我们可以通过原油基本面库存的一个数据来对原油走势进行判断。 近期我们采取的策略依然是突破支撑位迈空,突破阻力位买涨。 第一支撑位可以看在35.70,第二支撑位可以看在35.10,第一阻力位可以看在38.38,第二阻力位看在39.35。 以上为今日原油分析,如有疑问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